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在7月的第一天 阳光明媚 万物生长 王一博这个名字 如同夏日的热浪 席整了整个社交媒体 7月的第一天 央视新闻发布了王一博的追风者 这是对他饰演的魏若来的肯定 众所周知这一天 是香港回归27周年 而王一博的追风者很应景 就像是一道红色的真诚 展现了他对国家的热爱与忠诚 与此同时 王一博也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行圣于盐的信条 不愧是一个上交给国家的男人 而王一博不仅是当红小生 顶端流量 筷智人口的全民偶像 更是一位勇于探索的行者 这一次 他带着Discovery纪录片的镜头 从海南的碧海蓝天 到桂林的山水甲天下 再到甘肃的辽阔大漠 青海的高原湖泊 他的脚步遍布祖国的山川河流 用行动诠释着 知行合一的深刻内涵 王一博 这位新时代的魏若来 他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 而是选择了一条充满挑战的长征之路 传闻这次会去自然保护区 会与高山草原卫伴 与湖泊丘卫林 与沙漠雪山卫友 他们会用镜头记录下这些自然奇观 用心灵感受这片土地的脉动 用行动传递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 从桂林出发兰州 王一博现身后 肉眼可见的晒黑 瞬间冲上热搜 从未见过这样的王一博 都说这个顶流太不同 好能吃苦 他本可以选择轻松赚钱 但他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 他跟随着世界顶端的探险团队 制作着全球播放的纪录片 宣传着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这不仅是一份责任 更是一份荣耀 各地的文旅部门都为他的到来感到自豪 因为他的到来 从江西文旅到桂林文旅 他们可谓是乐开了花 王一博的到来 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的美丽与魅力 王一博的这次纪录片之旅 不仅是一次视觉盛宴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他让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壮丽山河 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无穷魅力 他用实际行动 告诉我们 什么才是行胜语言 什么才是价值的输出 王一博晒黑的肤色 就是很好的证明 昔日他是精致的爱豆食 冷白皮 干净白嫩的肤色 还有光滑的手 如今拍摄纪录片后 皮肤变有黑 手上的伤痕 粗糙的手 反差很大 没有半点偶像包袱 更接地气 王一博说自己能吃苦 果然如此 从不敷衍 说到做到 这就是新时代的未若来 剧情照进现实 难怪各大文旅会 争着抢着宣传 这个门面担当值得 用行动去践行心中的梦想 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的宽广 因为 只有行 才能胜于言 只有走 才能到达心中的远方 7月的开始 是王一博带来的惊喜 继续前行 一路繁花 让我怎么夸 情绪价值拉满 夸不完 根本夸不完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请不吝点赞订阅